最近的行情确实令人不安 股市、楼市、币圈轮番出现躁动 到最后,投资变成了投机 投机变成了赌博 如果你是一位中国股民 觉得账户里该有多少钱 才不会脱平均值的后腿呢? 答案可能出乎意料 平均值60万 这个数字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县城 都能买到一套还不错的两市一厅 从2010年 深交所就开始对中国股民进行调查 在收到27667份有效问卷后 深交所透露了 2020年中国股市 个人投资者的状况 首先 新入市投资者 平均年龄为30.4岁 比2019年年轻了半岁 第二 投资者证券账户平均资产量 59.7万元 较2019年增加5万元 达到历年调查的最高水平 第三 投资公募基金的投资者 占比67.1% 比2019年大幅增加了21.3个百分点 账户资产量接近60万 似乎多数人都难以达到 当然 谁还没有过被平均的经历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最近腾讯发布的股民资产结构数据 似乎离真相更近一点 资产占比30万以下的55% 资产30到50万的占比15.6% 资产50到100万的人群占比14.2% 100万到500万的人群占比9.7% 500万以上资产的占比5.5% 换句话说 中国股市里超过七成的投资者 达不到深交所发的这个平均数 60万的平均值 令绝大多数股民望而却步 但他们投资的勇气却非常充足 在1月19日 中国结算披露了 2020年12月新增投资者数据 当月新增投资者162.18万 连续第10个月突破百万 从月度数据计算 2020年全年市场新增投资者 1802.25万 这意味着每天的新开户数 接近5万 截至2020年12月底 市场投资者数量 累计达到1.78亿 其中自然人投资者1.77亿 哪怕剔除睡眠账户 A股的实际活跃交易股民 也有5000万左右 所以 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 国人对股市和基金的关注度 越来越高 就在半年前 一款名为一方达竞争优势企业混合的新基金 募集规模 创造了历史天亮 达到2398亿 要知道 在此之前 中国公募基金历史上 首目规模最大的产品是 1357亿的 彭华较新精选 而这款新基金 直接甩开了 1000多亿的升位 这背后 是无数的9095后 甚至00后 纷纷投入基金大军 但现实却给了这些年轻人 狠狠的一拳 过去的几个月 一轮断崖式暴跌 席卷中国股市 总市值 一度蒸发掉了9万亿 而一众基金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重灾区 总体净值亏损 达到27% 就连一项坚挺的贵州茅台 也亏了近三成 年轻人亏钱的心痛 转化成了熊熊怒火 一方达的张坤 诺安成长的蔡松松 从圈粉无数 再到被骂上了热搜 短暂时间内 经历了一场冰火两重天 股市的狂热与利器 令人不安 楼市也在蠢蠢欲动 中国统计局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4月份 全国70个城市的房价 有65个都出现了环比上涨 其中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分别上涨了0.6% 0.3% 1.1% 和0.5% 最猛的是 西南方的重庆 新房涨幅 达到1.4% 领跑全国 过去的一个月 重庆楼市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燥热 就在今年4月末 重庆首次集中土拍 主城区46宗地块 成交金额 超过了635亿元 最高溢价率 接近130% 平均溢价率 也超过40% 整个2020年 重庆土拍 最高楼面价为 每平1.4万左右 但这次的集中供地中 有两块地的单价 超过1.5万 而在热门板块西游 拍出的七宗土地 出现了6宗万元地 根据华夏时报的消息 如今 该板块最高的楼面价 已经超过了 再寿新盘的价格 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 再一次上演 毫无疑问 突拍市场的火热 将进一步传导到购房市场 重庆的房价 恐怕还将继续升温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这轮火爆的重庆楼市 似乎是一线城市 被强行压制后 热钱的出口 过去的几个月 一线城市掀起了一轮 强悍的调控潮 经营带被严查 炒房客被严打 金融端被锁紧 但在万物暴涨的趋势下 货币大放水 总得有落脚点 对中国人来说 楼市无疑是那个 最好的选择 当一线城市被压制 新一线乃至二线城市 就成了新的目标 所以重庆可能 只是一个开始 比股市和楼市 更明显的躁动 发生在币圈 过去的一年 一夜暴富和疫苗破产 在这个圈子轮番上演 比特币不用多说 最疯狂的时候 价格攀升到 超过6万美元一枚 与此同时 在虚拟币的飓风下 山寨币开始强势崛起 他们打着一夜暴富的旗号 发行各种匪夷所思的虚拟币 这样的魔幻剧 每天都在币圈上演 币圈的荒诞 也可以理解 经济不好的时候 总会有人围在村口赌博 而到了5月19日 虚拟币市场上演了一场天崩地裂 比特币 以太坊 狗狗币一众加密货币惨遭血系 无一幸免 主要加密货币 多数都是两位数以上的跌幅 比特币24小时的最大跌幅 超过30% 而以太坊的最大跌幅 更是超过43% 首先要明确的是 比特币不是货币 也不具备成为货币的前置 货币的两个基本要求 币值稳定 交易成本低 比特币如今都不具备 所以它最多只能定位成一种 数字资产 作为数字资产的比特币 有没有投资价值 从它诞生开始 一直都争辩不休 有人会说 比特币本身不创造价值 既没有利息 也不像股票那样 有公司业绩增长 完全是击鼓传花式的炒作 全是泡沫 也有人说 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像黄金 也不创造价值 它最早是有货币功能的 后来货币的功能没有了 依然被大家当作一种 避嫌储备资产在使用 这几年比特币不断上涨 一部分原因 就是认可它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想买一点而拿着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投机者看到价格涨得快 想冲进来快速致富 而比特币的供应 比黄金还有限 加上数字化的交易 非常便利 能快速吸引很多人 价格就做上了火箭 需要注意一点 除了比特币之外 全球现在有成千上万种数字货币 在共识上和比特币差别巨大 也许比特币有可能会成为储备资产 但绝大多数虚拟货币 都不可能像比特币这样 形成这么高的共识 更多的都是赌博的筹码 比特币的未来 在于共识能否持续扩大 有可能比特币被广泛认可 成为一种新的储备资产 那价值就会大幅升高 也有可能比特币就像历史上的大泡沫一样 最终大家不再认可它的价值 那就泡沫破灭 而现在买虚拟币就为了迅速报复的人 如果看到赚钱效应的消失 只会投也不回地撤离 从大环境来看 股市 楼市 币圈的躁动 与过去的 这场全球大放水 密不可分 按彭博社的数据 整个2020年 全球四大央行 在量化宽松政策上 就投入了超过 5.6万亿美元 漫天大水 总要流向一些地方 但另一方面 面对这样一个大放水时代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从全球来看 每年超50%的税前收入 集中在前10%的人手中 近20% 集中在前1%的人手中 中下层50%的人群 收入占比 则不足10% 在中国 也是一样的 中国家庭财富指数报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 超过50%的金融资产 或年收入5万 及以下的家庭 财富在减少 而19%的金融资产 300万以上 或32.4%的 年收入100万以上的家庭 财富反而在增加 大放水超发的货币 并没有涌向普通人 而是变成了 富人手里的筹码 富人又用这些筹码 率先抢占了 那些优质核心资产 实现了财富的增值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富人们冲向楼市 大肆购入抗通胀的 优质核心资产 而底层的年轻人 只好冲向股市合币圈 可他们本以为能躲过通胀 却没能躲过锋利的镰刀 其实在大放水时代 财富流向是极不均匀的 股市、楼市、币圈、轮番躁动 背后的指向 都是贫富分化下的心理失衡